在一個有傳統、有歷史的學校裡面 讀書 證明的考書 就是真的有所謂的歷史傳統 我們在十大月期 我們最近才剛剛才去做的時代的六十周年 不過真的 這個時候算起來 算了九二零年代 甚至往前一直到一八九六年 所以在一八九六年成立的國語學校第一年的時候 就已經在那個時候就有了學校的樂隊了 這個樂隊一脈的上升到今天十大樂隊 所以算起來十大樂隊 超過一百年以上的歷史 不過這次來講 我們學校所達的六十年的校時 我們研究部先說 從有十大之後就有了這個國語隊 這麼多年來 就是來帶著樂隊的同學們 一塊玩音樂 一塊玩音樂中成長 那最高興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看到我們自己的學生有成就 或者在音樂上面獲得很高的榮譽 或者是在他的工作人員上面 達到最高的榮譽 更是很高興的看到我們很多同學們 他的家庭非常的成功 他作為不單是一個好老師 更是一個好媽媽或是他的爸爸 而且最難的就是 而開始會出現我們樂隊同學們的第一半代 這種舞台演出 在剛才舞台上面 他在一個小年來做到旁邊 那是我們第三個女的 好 待會兒呢 在這次演出的時候還沒有 有一位女妹呢 好 待會兒呢 這是我們的 莫英同學的第一半代 他的 他也是 他會帶著有個時候 他會帶著我們的這個目的 執筆的部分 所以 這是 下次玩一看 就是最高興的 這件事情 不久的將來 我就很期待 老爺爺們 老奶奶們 帶著他的兒子孫子 就算在這裡踏尋 也許第三十屆 第四十五屆的 教友館月台 如果我們看得到的話 這個是最大最大的夢想 這個 現在有兩代題 不久之後 有三代的 走在同學院的舞台上面 在這個華華的建築裡面 一塊 回憶 年輕的時光 然後呢 就是 這個 說真的 在一個老的學校 就是因為這種 傳承的感覺 那 那接下來 在一個位置的選擇是 英國的選擇 是 英國的選擇 這一首 蠻好聽的 叫做 Sword and Crown 建築與王冠 當然 這其實是 相當的暴力 看很多 小號的聲音一樣 不過其實 阿波爺的選擇 大概這裡面 用了很多的記載 都是 非常 這個 早期的 英國的 這個 立約和愛員 不過剛剛 爸爸呢 這個 這個 倫敦奧運 大家對這個 永久的 日古洛國 他們的 這個文化傳承 大家是 一路欺欺的 好 所以也總 希望 到 吃大法律隊 這個 我們的這個 傳承 能夠一路下去 吃大人 就是這樣 就是這種低調 你看 第三季的低調 低調到我們 下的法律隊 都沒有做什麼宣傳 那就是 都是自己的 就是我們 四大人的 下的風格 低調 但是呢 低調是從我們的 傳統從來沒有斷過 這個 到時候 電話教育教育 該出現的 就會出現 所以也念不上 報告的說 還有那麼多 要不惜 好 然後馬上 四大法院隊 正在準備 還紀念的 明年度的 第38次的 全省巡迴演出 你可能想想 38年 從來沒有間斷 第一年的巡迴演出 是 我和徐基辛克 那時候 大年的時候開始 好 那麼現在 第38年過去了 馬上做個 第38次的巡迴 第38次的巡迴演出 所以我在這邊也 鼓勵我們的 學長學姐們 讓我們 同學們的樂隊 到了 臨會寶地的時候 就 感謝您出現 然後 給予他們 追悼 支援 和支持 那我們這個 四大法院隊 叫 喜歡音樂 不會什麼 就是會喜歡 就是好玩 就是喜歡 而自然自然形成的 這個音樂的傳統 能夠一直下去 好 為各位帶來 劍與王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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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